上集我们说到,明雪亚偷偷跟着千书珍和周丹泰,用手机拍下了两个人偷情的视频,之后在和周丹泰女儿争吵时,得剃足的她硬刚回去,却被周西京冤枉是小偷,被各种羞辱。 裴罗娜错信老师的话,自己准备的和学校要考的内容并不一样,满肚子委屈却只能自己咽下去。 清雅一高这次的录取人员已经公布,大家都没有想到,第一名竟然是给学生补课的明雪亚,不仅嫌明雪亚用假身份欺骗了他们,更不能忍的是那么贫穷的明雪亚,竟然成为第一名,顿时想要找办法来整她,把她关在了着火的汽车里。 明雪亚后来怎么样了,我们接着看第三集,明雪亚靠自救,才终于从已经着火的汽车里出来,被折磨的浑身是伤,她癫癫撞撞走回家里,一路上一直在回想他们几个人的话,不明白只想平静活着的她, 为何要遭受这般对待,我只是努力生活而已,我只是疯狂努力而已,明雪亚嘴里念叨着,委屈的哭了,家里名叫白糖的小狗见她回来,便上前安抚,这让明雪亚的心理终于好受了一些。 这个时候沈秀莲发来短信,祝贺明雪亚以第一名人机考上了亲阿姨高。 开学这天,刘真妮的妈妈特地在门口准备了横幅,热烈庆祝女儿入学,随后,吴允熙陪着裴罗娜来上学,刘真妮便高傲地嘲讽裴罗娜是预备一号,刘真妮见裴罗娜愁眉不展,便上前冷嘲热讽,丝毫没有羞耻心地说出了,一切人选早已内定这样的话,得知事务的夏安欣竟然也被入选。 看到身旁放着庆祝夏安欣升学的花术,裴罗娜顿时恼怒将花术全部打翻,刘真妮和夏安欣回来看到,上前阻止她的行为,裴罗娜质疑夏安欣,说她明明没有正常唱完就跑出了考场,怎么还能考上呢? 夏安欣本来就心虚,为裴罗娜问得说不出话来,看到千恕珍过来,便慌忙躲到她的身后,裴罗娜又继续质问千恕珍,为何自己会被淘汰,并让她公开考试时的分数记录,千恕珍慢慢逼近裴罗娜,饶有意味地直视她的眼睛,说她真是和她妈妈一模一样,一样喜欢假扮受害者。 沈秀莲回来便看到了吵闹的一幕,千恕珍原本还想争辩几句,可是看到沈秀莲,她不想把事情闹大,只想快些将裴罗娜打发走,谁知裴罗娜说是躺在地上,并且说只有千恕珍公布分数她才会离开。 夏恩欣十分慌张,害怕事情暴露,赶紧上前想要拖走裴罗娜,可没想到却被对方推倒在地,事情闹到了警察局,吴允熙也匆匆赶到,千恕珍叫来了同一栋大楼的刘律师,对方十分滑头,将几个没有关联的视频放在一起,让人们看后不由地先入为主地认为,吴允熙母女有暴力倾向,吴允熙心中的怒火,腾力一下上升,可是却没有任何办法,在这些证据面前,他们的解释根本不会有人听。 夏恩欣的爸爸夏医生来到警局的时候,似乎认出了吴允熙,千恕珍设计让明雪亚的丑闻放到了网上,她不想让明雪亚进入青雅一高,也不会让预备一号的裴罗娜顺利进来,吴允熙四处奔走,却还是没能为裴罗娜争取到入学机会,就在她十分沮丧地准备离开学校的时候,偶遇了千恕珍,为了女儿,她甘愿放弃自己的自尊,向千恕珍下跪请求让裴罗娜得到入学机会,新早已经印得像铁石一般的千恕� 但当时,明雪亚被学校的人议论纷纷,不断受到周熙金那几人的挑衅,这天,千恕珍将她叫到办公室,威胁她签字放弃入学,明雪亚百般恳求,没想到对方并没有丝毫同情心,甚至将水泼到她的脸上,明雪亚只好破拐子破摔,与对方鱼死网破,明雪亚将自己有着千恕珍和周会长出轨的视频说了出来,千恕珍十分慌张,她将此事告知周会长,可是对方却并不在意,吴允熙得知明雪亚的事情后,并悄悄跟踪她, 心中不由地生出了邪念,只要明雪亚消失,自己的女儿便能够有机会进入清雅一高,尽管明雪亚近在咫尺,可是吴允熙还是没忍心下手,一直跟着明雪亚来到她打工的地方,趁似下无人,吴允熙竟然像魔鬼附体般,拿起了身旁的刀具朝明雪亚慢慢走去,当看到明雪亚雪白的脸庞时,李志终于回到了吴允熙的身上,吴允熙沮丧地走回家里,可她却不知道,下一声正悄悄跟着她,真可谓是螳螂捕蝉,王雀在后,几个富家子弟 的母亲,商量签署联名书,要求学校开除明雪亚,可沈秀莲并不想和他们为伍,便禁止离开了,随后,这几个人便收到了明雪亚发来的录音,内容是那天明雪亚被他们的子女欺辱,这几个人的孩子都包括在内,这几个人乱做一团,召开了紧急会议,众人都十分痛恨明雪亚,担心这段录音会影响自己孩子的升学和发展,可唯有沈秀莲希望大家能够向明雪亚道歉,沈秀莲到医院照顾女儿惠人,却意外发现惠人的急救机 被人关掉了,随后门缝里被人塞进来一张纸条,纸条上面满是红色的字,说沈秀莲正在被周丹太欺骗,而周惠人也并非她的女儿,沈秀莲很是震惊,她赶紧追出去,可是却空无一人,将信将疑的沈秀莲和惠人做了亲自鉴定,结果显示纸条上说的是事实,周惠人并非沈秀莲亲生,沈秀莲感到难以置信,双腿一时间瘫软,这件事究竟是谁做的,这个孩子是谁,而她的亲生孩子又在哪里,明雪亚被千书真和周丹太 在绑架,威胁她把录音和视频交出来,明雪亚被关在了赫拉宫殿不起眼的地方,此时,沈秀莲在周丹太的书房里,找到了一根手指,终于想起原来当初闯进她家,将她的前夫杀害的人正是自己的枕边人,当年她不想嫁给周丹太,在国外有了自己的家庭,却因为意外导致丈夫被杀,肚子里的孩子也差点没保住,醒过来后,周丹太欺骗失去了一些记忆的沈秀莲,娘装好人说会照顾他们母女,而谁知自己照顾了16年的女儿,竟然也是一场骗局, 当初那场意外,分明就是周丹太制造的,这时候一通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,让沈秀莲不要轻举妄动,否则她将永远见不到亲生女儿,吴允熙突然接到刘律师的电话,说千书珍撤回了诉讼,虽然很奇怪千书珍怎么会无缘无故撤诉,但是她也没有多想,待她回到家里,发现裴罗娜正发了疯似的撕毁那些书籍,说自己再也不想唱歌了,甚至想要自残,吴允熙极力阻止将裴罗娜抱在怀里痛哭,沈秀莲来到曾经的保育院, 可是这里已经被拆除了,沈秀莲只好来到侦探事务所,请侦探帮忙调查院长的下落,侦探不久便找到了之前保育院的院长,对方卖掉了保育院,并且开了一家高尔夫球场,沈秀莲威胁院长,让她将保育院的资料找出来,当沈秀莲看到那些破旧的资料时,不由的瞪大了眼睛,赫拉宫殿内进入清雅一高的富家子弟,准备了庆功宴会,宴火升腾一直冲向云端,而身处云端的人们正在宫殿内外纵琴歌舞,喝醉 对了的吴允熙坐在江边,看着豪华的赫拉宫殿,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住进去,鬼使神差的,她往那个方向走去,来到赫拉宫殿,望着正兴高采烈公筹交错中的千书针,心中不由的愤懑直接就要冲上去,却在快要接近时被拦了下来,一夜之后,她从自家沙发上醒来,倩雅一高打电话通知她,佩罗娜得到了入学机会,因为一名被录取的学生,昨晚不幸去世了,吴允熙有些惊讶,随即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,片段一点一点出现在脑中,不由的怀� 是自己昨晚喝醉杀了人,下一生是谁,她认识吴允熙吗,两个人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去,不幸去世的被录取的学生是鸣血压吗,杀人凶手是吴允熙还是另有他人,看到这里,不免有以上的困惑,沈秀莲开始觉醒,在偷偷调查当年前夫死亡的真相,还有自己生的孩子,一向警觉的周丹泰,并没有察觉到这一切,还把前夫戴着戒指的手指收藏在书房,这真是又胆大又恶心,老牌新剧,流血依旧,看来编剧的脑洞不会让观众失望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